克什克腾,这个极具风野味道,且朗朗上口的名字是蒙古语,即成吉斯汗招募的亲兵卫队,从这个名字,就可以想象得出。 这里曾经是来克什克腾之前,只知道这里有草原和石林,到了之后您会知道,克什克腾还有内蒙古百宝箱之称,因为它及山川、河流、森林、湖泊、草原、沙地、风林、岩旧、峡谷,将内蒙古最美丽与宝贵的资源,浓缩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。 当您踏上克什克腾,这片美丽而神奇的热土,一定会给您一种反扑归真的感觉。 这里的蓝天、白云、湖泊、森林、山峰、沙漠、温泉、冰川遗迹,以它的自然纯净、多姿多彩、丰富深邃。 向您展示着克什克腾博大的、自然美和独特的魅力。 位于大兴安岭东南边缘,克什克腾齐东部,距京彭镇25公里。 景区总面积30余平方公里,最高峰,1574米。 花岗岩形成的山体岩石,经历四季冰川运动,群峰突起,连绵不绝,犬牙交错。 直刺云天,巍峨壮观,就像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,所有人就被远处的英识所吸引,真是栩栩如生,无不感叹大自然之神奇。 有人说,一山之峻在齐峰,一山之峭在齐岭,一山之秀在齐林,一山之美在齐水。 但这里的山水充满了灵性,充满了生动,充满了深邃,充满了神奇。 它展示给人们的是雄魂,接着大家会分别看到了,蛇石,棺材石,石剑石,八石,母子猴石等。 各个都有模有样,可以开始乘坐。 内蒙古第一高山游览所到上山,您会非常期待山顶的风光。 乘坐所到,一路上山,远眺西拉木轮河美景,山顶上山高天低,云干风轻,毫不吝啬地允吸着山顶的好空气。 沿着步道继续往上走,刚刚勤了没多久的天空,一路欣赏高山草变,来到美丽壮观的江山如画景点,游览第四季冰川一季研究群,在方圆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。 有数百个研究,当地人呈职位九缸十八国,他的成因依然是个迷。 来到美丽的黄港两景区,在这个景区旅游大巴是进不去的,国际狩猎场。 在京鹏镇东北八十公里处,位于大兴安岭最高峰黄港峰脚下,隐天附地。 园区内由黄港峰、牧业山、阴山等二十七座山峰,组成黄港山脉,其中,黄港峰海拔两千零三十四米,是大兴安岭最高峰。 西林河、贡格尔河、牧石峡海、碧如、河、吉林河皆发源于这里。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,眼里看到的只有那山的花海,站在山顶,天空的云朵像是触手可及,远眺绵延的群山,一鸣一岸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将大兴安岭霞光灿灿,非常美丽,宛如一条卑鹅起起伏的巨龙,腾空直奔西拉木轮河畔,冰石海遍布于山坡上,并发现有第四季冰川运动形成的侧气,中窃龙,冰窃立石。 还保留有冰川擦痕,冰川街布等,林参草帽。 不仅森林资源丰富,还是花海药山,有千花百药山之称,是得天独厚的野生植物园,从山顶下来,还可以来到黄岗梁十三道河景区。 十三道河,其实是一道河,此处,由于古深沟窄河流齐下,山上林木森森,谷内密柳覆盖,只闻水生不见河,在二十几里路中,山环水绕,峰回路转,经过十三道湾子,因此得名。 十三道河齐观一景妙去横生,一弯一景,一景一弯,当驱车行是山前,会出现车道山前已无路,转过弯去又一景的情景。 这十三景各有齐趣,天然而成。 来到了牧民家中,体验牧民生活。 在这里,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点缀着几个蒙古包,远处就是成群的羊群,如果是第一次来大草原的人,当然都是兴奋不已。 下车要喝下马酒,蒙古人是非常讲理节的,我们不能拒绝主人的盛行款待,所以,您必须得喝哦。 好客的主人,这时会给您送上一根洁白的哈达,欢迎您的来访。 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齐东北部,大兴安岭山脉中南段的北大山上,是克什克腾齐世界地质公园的九大园区之一。 阿斯哈图,是蒙古语,意思是,险峻的岩石,石林景区占地面积,约为15平方公里,石林在北大山山脊上,平地而起,争荣险峻,远望临次至比,如远古先人建筑的城堡。 静观形态各异,如人公可以雕凿的立体雕塑,石林的主体层层叠叠,高矮不一,或成组成片,或突兀独立,如古人不下的战阵纷纷可步,令人生畏,侧耳倾听,风吹如素,似向人们讲述着。 这笔曾经发生过的不为人知的故事,共分为九仙女,双马庄,昆鹏洛草原,飞来时,无数百月五个景区。 是阿斯哈图石林中最大的一个区,他将石林之秀,石林之美,石林之灵,石林之行集于一身,是石林中的代表性景区。 有老君丹鲁,北京猿人,月亮城堡,将军床,晴天双柱,蛇王系罗汉,九仙女,东方布达拉宫,石林尼宫等,个个都非常神似,巧夺天宫。 最后一天,您来到,希拉木伦大峡谷,看位为壮观的,据说可以媲美,非洲沙地的浑扇达克沙地。 希拉木伦河将景区一分为二,在河的两岸景色各不相同,一侧是沙丘,一侧则是绿树成荫。 地质学被称为希拉木伦身断裂,此断裂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南园,沿希拉木伦河城近东西向延伸,长340公里,宽50公里,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身断裂之一。 发源于浑扇达克沙地边缘的,好莱坞热乡境内,全长1250公里,在克齐境内151公里。 它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和发祥地,中国考古学泰斗,苏炳奇先生生前说,如果说,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 那么,希拉木伦就是我们的祖母河。 本名俠尔的红山文化,草原青铜文化,辽气丹文化,蒙原文化就诞生于黄水之冰, 曾有诗云,日出红山后,龙兴黄水源,属浑扇达克沙地,这里的沙丘如涌四面, 秋顶浑原的沙地突然下陷,成波济样的三面环山的盆地,如沸腾的开水,自锅底冒出, 涌泉或喷水柱,时序时歇,或斜喷横移,漩涡连连,白浪竹天会成水泊顺峡峡谷东流而下, 河道湾区,水流湍急,悬崖跌跳,河两岸山峰,孤泊之上, 矮于敦流山性贯从交织错落,百合山菊眼玫瑰争其窦眼,山勤走受水中一出莫无常。 整条峡谷处处是井,井井相连形成了链条式的绿色长廊,天然绘制了山水林草鸟寿齐全的水彩化。 去克其基本的路线,大约有三条,各有特色。 这里介绍给大家供参考,最佳路线,北京上京城高速,大广高速,城维高速,玉克县, 岛塞上坝,乌兰不同,画木沟,蛤马坝,天太勇,大橘子,龙口,客席, 达里湖,石林,大青山,赤峰回。 这条路线风景最好,但是有很多收费站,路一般,适合走走停停。 第二条路线,北京上京城,京章,张北,桑格达拉大通道, 客齐,客齐周边达里湖,石林,云山,热水,大青山,乌满不同回。 这条线路风景也可以。 第三条路线,北京上京城高速,城市高速到赤峰,客齐客齐,客齐周边达里湖,石林, 云山,热水,大青山,原路回去。